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青色火球却慢悠悠的赢了上来 韩丽目中昏然之光闪过 虽然有些畏惧对方亲厌的诡异 但是呢 心里边也存了要试一试前蓝冰雁和灯雁威力大小的心思 顿时啊 巨箭毫不迟疑的随之落下 这一次的胖壮却是无声无息 无论淡金色的电弧 还是那极寒之至的前蓝冰雁 瞬间都被那青色的灯雁吞噬了进去 接着整支巨箭也席卷进去 青竹风云剑是韩丽的本命法宝 自然感应灵敏至极啊 在青色灯雁一将巨箭全部包裹的瞬间 顿时心头一震啊 一股难受至极的炙热从心头漠然升起 随后全身温度急升 连血液仿佛也燃烧了起来 韩丽大青不及多强 急忙是联手掐绝啊 冲巨箭一点指 巨箭那个时候呢 花出了一声嗡鸣 随即呢 是青光大射 化为了数十口青色小线 四线飞射开来 他原以为啊 凭此就应该可以摆脱那古怪的灯雁了 结果韩丽再定睛一看之后 脸色大变 这些飞箭同样的轻艳点点 随即每一口飞箭再次被灯雁包在其中 韩丽面色阴晴不定 感觉身体不适越发烈恨了 全身都开始冒出虚汗来了 他心中惊骇的一咬牙 食指如车轮般的飞快的掐绝 神石更是化为了数十股瞬间操纵的飞箭 或冲天而起或盘旋狂舞 试图呢摆脱剑上的灯雁包裹 他亲眼见到 银中古堡被炼化的银枝毁灭的一幕 说什么也不敢让自己的本命法宝也就这么毁了 若是如此的话 元气神石非得同时大损不可呀 这个时候 原本被毁的白莲叶瓣 重新从绿山女子族下的莲盘中生出 再次将护在其中 此女一直是冷冷的看着寒厉飞箭被灯雁照住 随后漫天飞舞那狼狈模样 嘴角泛起了一丝讥讽的笑容 下面他可不着急动手 静等对方本命法宝被毁 修为大损的一幕上演 可是过了一会儿啊 这个女人嘴角边的绩笑就凝制住了 墓中反而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这手中的这盏红灯可不是普通的古堡 严格的说来 甚至不属于此女自己的宝物 而是整个木兰族两大传承之宝之一 月姓女子之所以能保管此宝 除了是因为她的修为高深 是木兰族的第一女法师之外 那么最重要的是 她有另外一个几乎和突兀人的天蓝圣女 差不多的崇高身份 备受其他高级法师的尊重 就是木兰族的三大神师 现在她也要以礼相待 并不敢有丝毫怠慢之意 而这件古堡呢 自从到了她手中之后 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和此灯本身的使用限制 它可以使用的次数并不多 轻易不会动用此宝的 一旦超过规定的次数 此宝就必须马上收回 静等交付下一位符合身份的主人 由此可见 木兰人对此宝的重视了 不过 同灯的最重要作用 并非是用来和人争强斗很用的 而是另一种 对所有木兰人都重要无比的特殊用途 当然了 用此宝来和人拼斗 也是无往而不利 历代手持此宝的主人 都凭此宝击杀过强敌 炼化过无数的宝物 无论是古宝还是法宝 只要被此灯生出来的青色灯燕照住 绝对无法支撑不悔的 至于那木属性宝物 自然更是被此宴所克 眨眼之间呢 就会化为乌有的 可韩丽这明显是成套法宝的木属性飞剑 已经被灯燕包在其内如此之久了 竟连一丝化为灰烬的迹象都没有 这怎么能不让女子恶然了好一会儿啊 就在此女震惊的刹那间 她头顶紫光一闪 一片紫云丝毫征兆没有的浮现出来了 这女人一惊 回头一看 竟是吟乐趁这个机会 发动了紫月兜的劲致 将原本放开的口子重新堵上了 然后一扭柳腰红唇微张 一股粉红色的香物从她口中喷出 瞬间就将白脸淹没其内 绿山女子冷哼一声 看了看手中的铜灯 一段的犹豫之后 还是没有再动用此宝 而是另一只手一扬 一面淡黄色的玉佩浮现在手中 她正想激发磁宝给音乐一些厉害的时候 那些粉红色的香物忽然一阵晃动 异乡大气 幻化出了无数的俊男美女 个个是老老抱抱 做一些大胆至极的亲热动作 哎呦 这一看哪 这个女人先是一愣 接着是面红耳赤 妖女 找死 女子面色随后铁青 手中玉佩黄芒一闪 一片黄霞席卷而出 一下子将这些粉雾吹得支离破碎 不见的踪影 可是原本音乐站立之处 早已是人际全无 月姓女子冷笑一声 正想发动神识 将对方找出 却忽然间想起什么事的 面色一变急忙朝韩丽那里望去 只见音乐这片刻功夫的打扰 韩丽呢 早已将重飞剑 重新凝结成了巨剑 并召回到了自己的身边 正面色凝重的 盯着她是眼也不眨一下 剑到飞剑 仍然没有被炼化掉 月姓女子心里是一阵骇然啊 但自然不会再继续等下去了 当即她一脱手中的铜灯 正想拼着连下一次机会都浪费掉了 直接就用着灯烟将韩丽也炼化掉的时候 后韩丽却忽然两手往胸前一合 一只手掌上蒙上一层白色的寒光 一只手掌呢浮现蓝眼闪动 然后口一张 一团轻气照住了两手 不吃一声 一团鸡蛋大小的紫色火焰浮现在两手之间 随后啊 韩丽冲其手指一点 紫燕在轻微的爆裂声中 化为一只栩栩如生的紫燕小鸟 一展翅之下 冲向了悬在半空中 被灯烟包裹的青色巨剑 喷地声清响之后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紫燕和青燕同时在巨剑表面燃烧了起来 并两种光焰晃动之后 在剑上互不相让的交织一起 并拼命的互相的吞噬 一时之间呢 竟无法看那一种火焰 占到了上风 韩丽固然是眉头紧索 脸色是阴晴不定 月姓女子更是看得目瞪口呆啊 这紫火 是什么来历 竟然能不惧自己古灯的宝燕 要不是亲眼所见 她实在是难以相信看到的一切 但是此女马上就清醒过来 心中灭掉韩丽的念头 更加是强烈了几分啊 此人只是原因初期 具有如此大的逆天神通 若是让她进阶到了中期 或者是后期 岂不是横扫木兰草原 也没有人是她的对手了吗 想到这儿 这个女人欲容一沉 将手中的铜灯往上一抛 此宝稳稳荡荡的停在了头顶 一丈来高之处 接着 这个女人面色郑重的盘膝坐下 两手掐绝 明眸一闪 口中念念有词 身下的白脸 马上白光度目 头上铜灯则清光闪闪 两者有所感应的上下呼应了起来 月姓女子啊 这次可是真下了狠心 就是一次将铜灯以后的 所有使用次数全都用掉 也一定要将韩丽从天然修士中抹去 韩丽同样注意到了绿山女子的举动 当即心中一沉 傲暗叫苦 终于退意大声 她虽然还有紫罗集火 血魔剑等杀手锏 但可没有丝毫在这里和此女死拼的意思 眼前的绿山女子 绝不是普通的原因中期修士 她可不愿争和对方同归于尽 就在韩丽此念头刚生之际 忽然一次雾海中猛然人影一闪 一个人闯了进来 韩丽和女人一见此人都不禁一愣 可就在两人都一分神之际 头顶处的紫月都所画的紫云 突然左右一分 一道白光迅雷不惜掩耳之势 就直奔同灯飞去 白侠一闪竟转瞬间将此灯 卷入了光内 然后一个盘旋 白光呼啸一声的 向紫云是鸡舍而回 韩丽一见此景大喜过望啊 而绿山女子刷了一下子 这脸色瞬间是苍白无比啊 随后露出了惊怒至极的神情 两手一扬大片白侠席卷而去 同时身下白脸狂转 瞬间莲影如山的狂涌而上 可是头顶紫云光滑一闪 让过了白光之后 献出了一张紫色的大王 一落而下 顿时啊 紫光白侠和随之而至的莲影 猛然撞击到了一起 空中又传来了音乐 根根的娇笑声 此往过后 光滑一脸 显出了音乐高跳的身形 他笑隐隐的 手托着花篮古堡 里面白光闪动 青铜古灯正被困在白光之中 无法动弹分毫 只要等回去之后 消去了绿山女子 留在灯上的一丝灵石 此古堡任谁都可以驱使了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韩力自然同样的是欣喜至极 可是还没有等他露出兴奋之色 那名跌跌撞撞 刚刚闯进此地的人 也看清楚了斗法的韩力和绿山女子 当即一扭头 冲韩力慌张的大嚷道 韩道友 快跑 木台人的神师来了 路导友已经被灭杀了 再不走可就迟了 谁啊 来人竟是马劳者 这马劳者平时可挺稳重的 走起路来先锋道鼓 一看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可是您再看此刻 那些披头散发 一只手臂都不见了踪影 一脸的惶恐模样 什么 木来人神师 韩力一听此言 吓了一跳啊 刚想要问个仔细的时候 老者却周身白光一起 就打算飞对而走 竟不敢做片刻的停留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淡淡的男子的声音 已经紧随而来 完了 本神师已经找到这里了 刚才舍弃一条手臂 才让你逃过一劫 这一次 我看你还有何种秘术可用 不会将另一条手臂 也炼制成了替身傀儡吧 要真是如此的话 本神师倒还真有几分佩服啊 嗯 这不是我们木兰的圆明灯吗 小狐狸 胆子不小啊 竟敢拿我们木兰人的传承之宝 这也是你一名妖孽能碰的东西 那男人的速度好快 刚开始的时候啊 你感觉这个声音 仿佛还在远处 但是转眼之间 就仿佛近在咫尺一般 而最后一句 略带诧异的话语 竟一眼看出了 银月的白虎妖身 随后 一道银芒从雾海飞射而出 看似不快 但是转眼之间 就到了银月身前 银月翘脸煞白 急绑手一挥 一面紫色大网 凭空浮现在了身前 同时身形想也不想的倒射而出 可那银红只是略微顿了一顿 就马上化为了银色的大手 一把将那紫月都硬生生的抓了过去 同时呢 隔着十余杖的距离 银手五指握拳 虚空向银月逃顿方向 凭空轻轻一击 银月锁化黄色动光 被一团凭空出现的银色光团 后发先制的一击而中 当即惨叫一声 动光一散的掉落了下来 不过他也聪慧至极 一咬牙 强忍剧痛的 猛然将手中的古堡 化为了一道白气 抛向了远处的寒历 小死 那男子的声音似乎有些动怒了 光芒闪动 银手一分为二 就变化出另一只手出来 结果其中一只向那花篮古堡席卷而去 瞬间就将花篮一把抓住 另一只呢 则直接向高空跌落了银月 是狠狠抓去啊 大有要将此女捏成粉碎之意 两个动作如同电光火石一般啊 银月大惊失色 急忙想要提动灵气 施展顿树而逃 但是 身上荧光一闪 竟然无法提动丝毫的法力 对方的虚空一击 在重创他的同时 竟然在他身上下了一道简单的小劲致 虽然破解很容易 但是眼下却根本没有时间您去做这件事情啊 眼见的银色巨手小山一般的象棋抓下 哎呀 银月心中一凉 两眼一闭 完了 没有别的法子 只能等死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身后雷鸣声一起 一只手臂从他身后出现 一把将他拦腰抱住 走 寒厉清冷的声音 漠然出现 然后 轰鸣声再起啊 银月和寒厉又同时消失 银色巨手紧差少许的一下 落空了 下一刻 寒厉一手搂着银月的柳妖 一手提着那口青紫两色的巨剑 浮现在了数十丈远的浓木边上 一脸的阴沉 雷顿树 银色巨手中 传来了惊讶之语 然后 另一只银手转胜飞回 两只巨手 他胖到了一起 爆发出刺目的银芒 光滑一脸 一名中年如生模样的法师 出现在了银芒之中 他一只手抓着紫月兜 另一只手提着花篮古堡 神色淡淡地打亮着远处的寒厉 那马老者呀 一看见此人出现 面如死灰 身上的灵光 虽然说是闪动不停 但竟然不敢破空而逃 寒厉呢 目光闪动 仔细打亮自己看到的第一次 原因后期修仙者 有了这等修为的人 除了那些根本不会在世俗中走动的化神奇神仙者 他们几乎可以算是修仙界最顶尖的存在的 寒厉心里道明白 他知道 今天和这场原音后期高手的比拼是九死 一生啊 被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444回 我们下期三天 我们下期三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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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